我们接下来再做两个练习 也是键盘录入的练习 首先来看第一个键盘录入练习 键盘录入两个数据 比较两个数据是否相等 这个我们是不是做过 用什么做过 是不是也用三元算符做过 然后再来看键盘录入三个数据 获取三个数据中的最大值 是不是也是用三元算符做过 好 那现在我们就把它靠出来 复制 然后再创建一个 Test Test2 然后叫做 Scan CAN N1 好 那我们就在Test2有了 就Test3 Test3是该哪 保存一下 Test3 Scan 然后呢 咱们把这个T粘一下 好 两个T 我们做键盘录入 首先要干嘛 是不是导包啊 I M P O R T 然后Java点Utel 再点这个Scaner Scaner 那叫 导包 导入 包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位置干嘛 创建 对象 Sca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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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于了 你有一个Scaner Scaner 让来一个System 点 In 这句话叫什么 创建 哎 创建 键盘 录入对象 别着急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你就先创建 先知道怎么去做怎么去写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我们提示一下Scaner out.println 那么请输入 请输入 第一个 整数 来 冒号 怎么写啊 来个 INT X 等于SC点 Next Next INT 好 那么把第一个录入的数据存储到这个X里面去了 好 我们再来 请输入 第二个 整数 第二个整数 然后这个来一个叫做Y 好 我们把这个注释加一下 这叫 将 什么意思啊 哎 将键盘 录入的 数据 存储 存储在X中 那么这个就是将键盘录入数据存储在 Y中 复制 然后在这 存储在Y中 好了 那么现在呢 有了这两个数据之后 我们接下来比较两个数据是否相等 那怎么做呀 B B 也是可以的 b o l e b 然后呢就等于了 x 等于y 如果他俩相等这个结果是不是就是处啊 处就给b复制了吧 如果他俩不等的话是不是就是false false是不是就给b复制了 所以你这么写跟这么写都可以啊 system system.out.printl 然后我们打印这个b 好 那现在我们编译运行一下看一下结果 来编译 运行 请输入第一个整数我们来一个10 交回车 请输入第二个整数我们来一个20 交回车 结果是false 好再运行一次 再运行 请输入第一个整数来一个20 交回车 然后请输入第二个整数来一个20 交回车 结果是处 没问题 好了 那这就是第一个练习 那现在我把这个第一个练习呢 注释一下 注释一下 然后这里面说的是键盘录入练习 录入的是两个数据 然后判断两个数据怎么样 是否相当 那么接下来再来 我们来个键盘录入练习做这个 键盘录入练习呢录入的是三个数据 然后获取三个数据中的最大值 那我把这个怎么样 我把这个超过来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句话呢我们可以再复制一次 再来一个Z 再来一个Z 然后呢这就要怎么样 哎 第三个 第三个 第三个整数 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 然后呢我们是不是要定一个临时变量先比较出前两个呀 好定一临时 临时变量比较出比较出前两个前两个变量中的最大值 然后来个印他印他探破 要探破等什么呢 哎 X大于Y吗问一下如果大的话就把X值复过来如果不大的话就把Y的值复过来 然后呢 定义变量 啊这个定义变量啊 比较出前两个最大值 记录 记录住 比较出前两个 比较出的前两个变量中的最大值 记录住 这是记录住啊 不能说这个呃变量的比较 要加一个记录住 那接着呢我们将 比较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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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第三个 第三个变量 变量中的值 比较 然后呢 比较出 三个数中的最大值 好 那我们就来一个 int max 等于什么呢 叫做 temp对吧 temp跟谁比啊 对 跟Z比 temp如果大于Z的话 问一下 那就来一个temp 然后呢 冒号 来一个Z 那这样的话 max里面是不是最大值啊 好 我们再读一下啊 x大于y嘛 如果x大于y 我就把x 复过来 那么如果x不大于y的话 我就把y复过来 那么经过这次比较 两个数中是不是找到最大值了 那么两个数找到最大值 就复值给temp 那temp里面一定记录的是 x或者是y的 比较大那个值吧 哎 然后temp再跟Z去做比较 那么看他俩谁大 谁大的话 就把谁的值复值给max 那接下来 我们就把max给怎么样 打印一下就可以了 setm.out.plen 打印这个max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编译 运行 然后我们来一个30 然后呢输入第二个数 来一个15 输入第三个数 来一个40 敲个车 结果是40 没问题 那么这就是这个练习啊 好 这是指示点 咱们在这保存一下 好